回顾2023年 台北国际航天工业展览会成功举办 吸引了全球军事工业巨头 及中山科学研究院与军备局的参与 他们纷纷展示了最新的军用装备 然而 一个显著缺席的话题 是正批量生产的增程型雄三反舰导弹 因未获批准展出 其亮相只能期待于2025年的展览会 近日 政府高层官员透露 这款增程雄三导弹 射程可达400公里 具备指导黄龙的能力 对潜在敌对军事行动 构成了强有力的威慑 导弹正处于中山科学研究院的生产线上 原计划在展览中亮相 但鉴于其作战性能的机密性与敏感性 决定暂不公开 仅对外透露了导弹贴海飞行的高度信息 最低一米 最高逼近30米 承诺将在适当时机 向公众展示这一科技的辉煌成就 尽管增程雄三反舰导弹的具体细节 尚未公众于世 但今年3月 有军事爱好者在中部地区 捕捉到了疑似该导弹运输箱的身影 照片中庞大的运载车辆 引发了广泛关注 并在网络上掀起了热烈讨论 值得一提的是 中山科学研究院在雄风系列导弹的研发上 与或突破 导弹的射程与性能持续攀升 现役的雄二B型反舰导弹作战半径 已达148公里 而雄三导弹的射程 鉴于150至200公里之间 增程型更是宣称能达400公里 极大的扩展了台湾反舰导弹的作战范围 此外 增程雄三与雄三反舰导弹的联合部署 将有效布盖台湾南北及东部海域 对敌方目标构成严重威胁 同时 现役的雄二E巡航导弹 A型射程500公里 B型更是达到1000公里 而其增程型的研发 也在紧锣密封进行中 军方内部称之为雄风导弹 预计射程可突破1200公里 展现出强大的防御与反击能力 该导弹已获得高层批准量产 预计在海空战力提升计划中 将至少生产百枚以上 以加强海域防卫 这一系列成就的背后 是科研团队不懈努力的结晶 最近荣获美国国家工程院 国际院士称号的中山科学研究院 顾问苏玉本回忆到 面对外部技术封锁 与自主研发的重重困难 雄三导弹的研发 几乎是从零开始 在全球范围内 掌握冲压引擎 及先进反舰导弹技术的少之又少 其中就包括台湾 部分技术甚至领先世界 苏玉本是普林斯顿大学 机械与航空工程系的博士 自1974年起 便在中山科学研究院任职 曾任飞弹火箭研究所所长 为天空防空系统 及雄东系列反舰与航导弹 万舰空射航导弹等项目的研发 奠定了坚实基础 它还深耕于固体火箭发动机 冲压引擎 液体火箭发动机 涡轮扇发动机等技术的 机电开发与系统整合 以及超音速航航飞行器的研发 今年 它荣获美国国家工程院 国际院士称号 现担任中山科学研究院 飞弹火箭研究所顾问 自上世纪90年代起 中山科学研究院 着手研制雄东三型 超音速反舰导弹 该导弹于2014年 达到完全战备状态 其射程超过150公里 被誉为海上舰艇的强劲对手 然而 超音速反舰导弹的研制难度极大 加之特殊的国际环境 几乎乃以从外部获得技术支持 与关键材料 苏玉本曾表示 雄三导弹的研发 近乎从零开始 国际先有可借鉴的先例 当时 台湾一旦尝试研发先进军事装备 便可能面临国际压力 更别提采购精密零部件了 从主系统到连锁系统 乃至零部件 全靠科研团队自力更生 最终成就甚至超越了部分国际水平 雄峰系列导弹 均是在无外援条件下 完全自主生产的 雄三导弹之所以能进行超音速飞行 关键在于 其冲压引擎 能将空气动力高效转化为 压力能并加热排气 且引擎体积与导弹完美匹配 苏玉本透露 冲压引擎的成功研发 并应用于导弹的整体火箭冲压发动机 彰显了台湾在该领域的卓越研发能力 书中提及的婴儿引擎开发 更是一项不可多得的成就 因为它是无法直接购买的 其成功开发 确保了相关项目的顺利进行 此外 海空战力增强计划中 以明确为 增程型雄三导弹量产化国特别预算 预计于2026年前完成 同时 空射型雄三导弹的可能性 也备受关注 从技术角度而言 实现导弹增程 需从推进系统等多方面入手 而空射型导弹的可行性 则主要依赖于减轻重量 并利用主推进器作为动力 值得注意的是 台湾特种导弹部队 以装备增程型雄二一陆工巡航导弹 其射程高达1200公里 并已投入量产与使用 那么 对于未来可能装备的雄二一导弹 又将为台湾 带来哪些战略战术上的新优势呢 在深入探讨前 我们先追溯巡航导弹的起源 澄清一个误区 其并非直接源自V-E导弹 而是有着更为悠久的历史背景 简而言之 巡航导弹是一种依赖喷射发动机 在大气层内高速飞行的 自动导航无人机 它能利用机翼产生的生力 持续飞行数百公里 并精准识别 摧毁目标 尽管纳粹德国的V-E导弹 常被误认为巡航导弹的先驱 但实际上 这一概念的萌芽 可追溯至第一次世界大战 当时 美国的休伊特斯佩里自动驾驶飞机 便是一个典型例子 它借助陀罗仪自动驾驶仪 和气压高度计 实现了最远160公里的自主飞行 并在1917年的测试中 成功飞行48公里 将沙袋投放在目标3公里范围内 尽管实用性涌现 却无疑为巡航导弹的发展普鲁 再来看雄风2E巡航导弹 这款武器基于雄风2型反舰导弹研发 并借鉴了美国战斧巡航导弹的设计理念 其研发始于2000年 项目名为万箭计划 然而 由于美国方面对台湾拥有射程超过130公里武器的担忧 台湾在获取关键组件和技术上遭遇了重重阻碍 自2007年1月起 美国更是将向台湾出口 均用精密零组件的审查周期 大幅延长至10个月乃至一年 一个生动的例子是 2019年11月中旬 中山科学研究院高官高中兴分享了一则研发故事 在雄2E导弹引擎的研发过程中 团队曾依据美国提供的金属加工技术手册代号 昆蓬进行铸造尝试 但均以失败告终 初期测试中 发动机迅速烧毁 引发了对美国数据真实性的质疑 尽管有猜测认为 这是技术封锁的手段 但中山科学研究院并未放弃 他们转而研究 台湾金属工业研究中心 发布的导弹零件材料实验数据 惊喜地发现 这些数据准确可靠 利用这一发现 并结合当时 台湾在资料保密方面的疏忽 中山科学研究院 成功攻克了涡轮盘等 引擎关键零件的铸造难题 现代巡航导弹的特点概括如下 首先 其体积小巧 便于从各种平台发射 包括飞机 潜艇 水面舰艇 以及陆基发射平台等 这种多样化的发射方式 极大增加了作战灵活性 使得导弹能够在多种战场环境中 有效运用 同时 由于其不依赖固定发射阵地 巡航导弹具备极高的机动性 能够从隐蔽的地点 或临时部署的阵地发射 进一步降低了 敌方实施预防性打击 或反制的难度 其次 巡航导弹的弹头种类非常丰富 能够根据作战需求灵活搭配 除了常规的高爆弹头外 导弹还可以携带核弹头 以执行战略规设任务 此外 极数弹头 能够在广泛区域内散布子弹药 对敌方集结的兵力或设备 造成毁灭性打击 云爆弹头 则能在目标区域引发剧烈的燃爆反应 特别适用于对付地面设施 或洞穴等掩体目标 弹头的多样性 极大增强了导弹的适应性和作战效能 使其能够应对各种复杂的战术场景 第三 学航导弹的命中精度极高 远超以往的导弹系统 导弹通常配备惯性导航系统 与GPS卫星导引系统 结合卫星数据链和地形匹配修正技术 确保导弹在长距离飞行后 依然能够保持极高的精度 特别是在进入目标区域后 导弹还可利用中端的雷达 或红外线自动目标识别系统 对目标进行最后的精确修正 从而在复杂环境下 仍能成功击中高价值目标 避免误伤友军或非战斗人员 最后 现代巡航导弹 通过一系列先进的战术手段 有效提升了对抗敌方防空系统的能力 导弹通常采用迂回飞行路线 避开敌方防空雷达的探测 减少被拦截的风险 此外 导弹常以低空贴地飞行的方式 穿越敌方防线 这种贴地飞行 能够使导弹在地形的掩护下 避免雷达探测 进一步提高生存率 在终端阶段 一些新一代的巡航导弹 还具备超音速突防能力 能够在接近目标时突然加速 以极高的速度突破防御系统 结合隐身设计 这些特性使得学航导弹 在面对高度复杂的 敌方防空网络时 依然具备强大的突防能力 确保了任务的成功率 关于雄二翼导弹 由于保密原因 至今未有公开影像资料 据推测 该导弹基于雄二反舰导弹 放大设计 如长度增值6 25米以上 已容纳更多燃料 重量可能相应提升至约 1400公斤 其中大部分增加的重量 用于燃料 可能还提升了 弹头有效载荷制战斧 导弹标准的454公斤 以增强打击效能 雄二翼导弹的 飞行高度 鉴于5米至250米之间 学航速度约为0 85马赫 射程则扩展至1200公里 是雄二型导弹的6倍 其发射方式 可能仍采用固体火箭 助推至学航状态后 切换至涡轮推射引擎学航 且更可能通过陆基发射车 进行部署 这一推测得到了疑似卫星照片的支持 在飞行过程中 雄二翼导弹可能采用整合冠性导航 高精度高度计 卫星数据链 及地形扫描等 多种定位和测量机制 引导导弹 沿复杂战术轨迹飞行 避开敌方雷达侦测 实施低空贴地巡航 直至阶级目标 其导引机制 或包含主动雷达 与影像无外线复合式导引头 不以电子对抗设备 以应对敌方干扰 确保精确打击目标 至于生产数量 虽有资料提及 首批计划为245倍 但具体实际数量 仍属机密 雄二翼巡航导弹 对台湾而言 是执行源头打击任务的 关键利器 能有效摧毁 敌方军事基地 机场 部队集结点 及补给设施等 特别在机场威胁方面 现代战机的远航能力意味着 距离台湾岛 500公里范围内的众多机场 都可能成为潜在威胁 过去 缺乏长程巡航导弹时 几乎要依赖空军 执行高风险的任务 以避开雷达 且需携带大量对地攻击武器 成功执行后 返航亦极为艰难 导致战机与飞行员损失惨重 相比之下 使用长程巡航导弹 进行源头打击 则更为高效 凭借其高精度与数量优势 导弹能精准打击机场关键设施 迅速瘫痪其功能 即便敌方尝试修复 持续的打击 也能有效争夺制空权 此外 巡航导弹的威胁 还迫使敌方分散防空资源 间接支援了我方对敌作战 除了军事目标 对交通 电力等辅助设施的打击 也能严重干扰敌方后勤 其影响或超越 直接打击前线部队 雄二翼导弹的深层意义在于 台湾技术突破后 美国往往会解除禁令 提供相应美制武器 作为支持 历史上 台湾在研发雄风二反舰导弹 IDF战斗机 天舰二中程空对空导弹 即空射远程攻击武器后 均获得了美国更先进的装备支持 因此 若台湾成功研发 并装备雄二翼巡航导弹 未来美国可能向台湾提供 新版战武 巡航导弹及其配套系统 如卫星数据链导引系统等 鉴于战武 导弹的广泛国际应用 与台湾的潜在需求 这一潜在交易 不仅是军事合作 也是台美及国际政治动态的 一个观察窗口 好了 本期内容到此结束 对于这些信息 我们非常欢迎大家在评论区 分享你们的看法和讨论 如果对于内容有任何补充 或不尽完善之处 也请在评论区留言 以便我们进行更新和完善 我是环宇哥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